感受 尤其是我们经过921 八八水灾 两岸之间的同胞之情 让我们自然想到了去年512地震 在把爱传出去赈灾晚会上 伴着感伤的眼泪 原定四个小时的活动 延长至凌晨才结束 因为参与的艺人和捐款的人太多了 我们的血都是红 心都是热的 所以爱都是相同的 一场赈灾晚会 2.3以新台币善款 搜救队 医疗队 民间组织 慈善机构 从救急到重建 一年来海峡对岸对于四川灾区的帮助从未中断 根据台湾红十字会统计 有超过三万名学生和150万灾民 得到了对岸的帮助 这里是位于四川茂县的杨柳村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带着他921地震之后研制的青钢生态房来到枪寨 将日月潭边的经验落户在了民江边 根据谢英俊的计划 未来三年这样的青钢生态房在灾区会推广到十万户 林志玲 光良等台湾艺人远道而来 参加大型公益晚会爱带我回家 演出前特别来到安康家园 盼望安置在这里的地震孤儿们 并送上开学的礼物 没想到孩子们回馈的不仅仅是哈达和谦红 安康家园食堂里 这个朴素的仪式被命名为爱在传递 孩子们捐出自己的零花钱 在水彩布上写满五颜六色的祝福 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成长 这是你们的新家会更美好 一定要把这份温暖跟爱带回去给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 谢谢 我现在站在一个断桥的对岸 这条桥和公路向那个方向去走的话 通往的是台湾高雄县六归乡的一个新开部落 而这边呢 整个往前走通往外界通往救援的这个方向 但是八八风灾发生之后呢 里边一共有三十二 这条桥和公路向来